雨伞竟然成精了 不仅能预知天气状况 还能带你泡到妞 如此神伞有没有想要的呢 人回来了伞却丢了 一把伞起码要十元 眼看小小年纪就如此健忘 老妈秒变暴怒的女帝 但大熊去把锅都甩给了雨伞 都怪雨伞没有腿 一语点醒梦中人 蓝炮子拿出灵魂麦克笔 这笔可以让雨伞成精 大熊从仓库中拿出陈年老伞 虽然有点旧 但凑不凑不还能用 蓝胖子让大熊赶紧用笔做法 在雨伞上画了个笑脸 雨伞就被注入了灵魂 活了过来 大熊假装出门 雨伞晃怒动着小身体 提醒大熊要单上我哟 这下大熊再也不怕丢雨伞了 遇到下雨 雨伞高兴坏了 青菜萝卜各有所爱 雨伞的所爱就是下雨 为了被连个够 还带大熊来到屋檐下 就误上了蓝胖子 大熊还暖心的 跟雨伞起名奇态 两人来到公园 又转角遇到爱 雨伞激动的跟未来小子打招呼 差点把静香的魂吓丢 大熊也不遮着眼着 拿出麦克笔 让静香也给自己的雨伞赋予灵魂 看着静香在雨中翩翩起舞 大熊毫无抵抗力的爱了爱了 这时 虎夫二人也来求比了 胖虎一出手 就是伞如其人 脾气相当粗暴 至于小夫的雨伞 虽然是产自法国的高档雨伞 却也是个怂货 见到胖虎的雨伞就缩上一团 小夫还美名其约 就算自己淋湿了 又不能湿了法国伞 深夜的长廊 雨伞显得格外诡异 大熊在房间里挂上晴天娃娃 这就明天晴空万里 可天气预报报道 明天本来就是大晴天 第二天明明晴天 可大熊要出门时 雨伞还是蠢蠢欲动 但晴天带啥伞啊 可雨伞却说今天会下雨 大熊半信半疑 还是带上了雨伞 却倒了八辈子雪梅 出门就被虎夫二人嘲笑 大晴天带个雨伞 活脱脱像个傻子 这下就连雨伞都生气了 眼看熬到了放学 还真就下起了雨 书包成了遮雨神器 眼看自己失策 胖虎选择跟雨天正面刚 看着镜香也没带雨伞 大熊选择当暖男 要为媳妇保驾护航 这是简单的雨伞吗 不 他不是 这简直就是恋爱神器 指引着大熊获得爱情 大熊在家看着陆木匠的演出 可雨伞只想出门溜弯 但大雨天谁爱动弹 可看着雨伞气呆的小眼神 大熊破防了 看着大儿子大雨天要出去嗨 老妈也是挺无语的 六弯目的达到 雨伞高兴的就开始原地蹦迪 大熊就惨了 裤子湿的就跟尿床了似的 大熊心意狠 决定不要雨伞了 就要回家接受女帝老妈的审判 可毕竟人心都是肉掌的 当大熊返回公园时 雨伞已被垃圾车回首走了 大熊慌了慌了 他慌了 蓝胖在左等右等 却等来了空手而归的大熊 两人冒雨朝着垃圾车进发 此时的雨伞也做着奋力的抵抗 成功脱逃 大熊两人终于赶到了垃圾场 可雨伞躺在路边 被一辆卡车刮住 又一路飘行 眼看要落水 雨伞奋力扑腾 终于飘上岸 大熊两人疯狂寻找 却没能找到 这时射出老爸下班了 却忘了带伞 也许缘分就是这么妙不可言 就在大熊准备放弃时 老爸顶着雨伞出现了 看着满身是伤的雨伞 大熊再也压制不住自己的情感 奔向对方 生命中最重要的 或许就是陪伴吧 那么小伙伴们 偶尔也会把雨伞弄丢吗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